今天和大家讲一句成语 饮浸止渴 中间这个浸字 这个字和以前皇帝自称的浸 是一样读法 粤语是第六个音 浸 饮浸止渴 为什么值得拿出来说呢 因为很多时候 有些人就会将它和这个字混乱 我先一陣子都听过有人这样读 读了做饮浸止渴 以为这个是浸字 两个字看起来是近似的 但是你看真一点 那个边旁是不同的 这个浸字旁边是个狗字 就用它的音 浸是一种相当常见的小鳥 有所谓斑溝 就是这个山溝 是一种常见的鸟类的名字 浸也是鸟字旁 那是什么鳥呢 没有人知道浸是什么鳥 那说法就是传说中的一个鳥 它的特点是什么呢 它的乳毛毒到不得了 它的乳毛是有毒的 那么以前的人用来做毒酒 就是捉这些浸 这些鳥 就拔了那些毛出来用来浸酒 那就很毒的 一喝就死人了 所以喝浸止渴 为什么呢 你口渴 明知道前面你那杯是毒酒来的 浸过那些浸的毛 没有法子了 喝得太多就拿来喝 这样呢 可能解一时之渴 但是呢 命仔都没有了 这个就是指有些人 就是急你上来 就采取一些 拳而之计 其实呢 长远造成的祸害更加大 那就叫做饮浸止渴 大家看清楚点 这个字呢 它的升旁是跟枕头的枕 或者沉降的沉 是一样的 所以它是读过浸的原因就是这样的 就跟这里的溝 溝鸟的溝 还有个九字呢 是不同的 那么大家一定要分开 那么 举个例子 譬如说你 现在等钱洗 那么走去借高利泰 那么越借 就欠人就越多 那么你怨他说你不要再 问人借钱 就等于饮浸止渴 你欠了债也越大 那么就可以用这句成语了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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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